大家好,这是山西朔州,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朔州老城的南门,等一下我们到朔州老城里边转一转,然后再吃个饭。 南城门过来之后是一个瓮城,这边有一个文宝贝,朔州城墙。 过来了,看一下它这个土城墙,非常的有年代感,历史感。 这边的南城门是后来复建的,从这里可以上到城墙上,好像是锁着门的,上不去。 朔州老城时间于秦汉时期,它的形状整体是一个方形的,南北长1100米,东西长1050米,这里面非常大。 今天的最高温度只有25度,非常的凉爽,很适合逛街啊。 两边的店不主要是以餐饮为主。 看呀,这边有烧烤,鱼锅,羊排虾,三碗不过港,滋薄烧烤, 汉锅牛羊肉,章鱼水煎肉,烤骨头,铲火鲁鱼。 现在来到了朔州老城的中心啊,一个十字路口,中间有一个文昌阁,非常的漂亮啊。 天宫不作美啊,这一会儿又下雨了,我们顺着东边这条街走啊,这条街应该是最繁华的啊。 王府金顶,这边好像在举行一个什么庙会啊,看一下路的两边有很多这种摊位啊。 因为今天下雨了啊,所以说这边感觉没什么人啊。 这边如果到了晚上,这条街会非常的热闹的啊,锣鼓宣天,横壁升辉,人山人海,霓虹闪烁。 这边还有一个游乐场,看一下下雨了,没什么人了啊。 这边有个小吃摊位啊,各种各样的小吃。 我发现他们这边都是烧烤店啊,火锅店啊之类的。 这种小吃类的非常的少啊,面试更是见不到啊。 对面一个崇福寺,是一个辽金时期的一个寺庙啊,在台湾本地非常的出名。 马懿保管,朔州古城朔或者马懿。 朔州自古是边陲要塞军事重地啊,这里出过很多名相啊,山东丞相,山西匠, 班杰宇,张辽,河拔月,河拔盛,河拔云,杰利君,还有著名的门神,玉池公。 都是朔州人啊,看一下这边还专门为玉池公修了一个庙啊,玉池静德庙。 中午店,这里面应该供奉的就是玉池公了。 这后面还有一个招神店。 到老城的东门了,这边是一个菜市场,现在已经一点多了,我准备在附近吃个饭啊。 本来我是要去那个华宝美食街的,但是呢,现在还在下雨啊,我就不往里边去了。 这边卖西瓜的,一块一一斤。 到这个玉柏山帽里边看看有没有吃饭的地方啊。 这里边挺大的啊,四楼应该有餐饮啊,上四楼去看一看。 别又洞天呀。 这边全都是小吃,看一下。 大同刀削。 猪肉面。 鱼凉面食。 鱼面。 麻辣烫米线。 手感面。 卯菜。 油面和料有没有。 啊,没有了。 您现在的什么面啊? 没有了,没有了面。 没有面了。 哎呀,我吃面的,没面了。 还有手感面没有了? 手感面有。 你发糕有没有,上面写的发糕。 发糕还没有了。 都没有了。 啊,就剩个饼了,这是什么饼啊? 啊,不过来,吃不饱啊。 啊,送药吧。 啊,要,要,要的。 手感面啊,上来了,我要的素的。 只要七块钱一份啊,这价格真的是太实惠了啊。 这么大一份。 看啊,这是鸡蛋,西红柿,上面还有香菜,葱花。 就是带汤的啊,搅拌一下。 这种面是手感面啊,不是那种和辣的。 这里面加醋了,吃起来酸酸的。 这是一个豆沙饼啊,两块钱。 这个面吃着还是挺不错的,很丝滑,很筋道。 好,吃完了,走人。 这边的饭真的是太便宜了。 手感面这么大一会儿啊,只要七块钱啊。 一个豆沙饼,两块钱。 九块钱就吃得很饱了啊。 这边的消费真的是太感人啊。 像他们这面食啊,不管什么面,手感面,和辣面,还是刀削面,都是七块钱啊。 面皮,凉皮,五块钱。 这种消费水平真的是在全国都不多见啊。 我去过这么多城市,硕州市,我去过这么多城市当中,物价最低的城市啊。